今天是星期一 本来是上课的时间 今天我请假没去上课 有几个原因 一个是小孩子刚刚放暑假 所以去Summer School 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安排 就是正在调整 然后还有更重要的问题是 我的生意和我的店面临着一个调整 所以的话今天也挺重要 星期一有很多事情要去做 这个到时候有空 我再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 因为平时很少讲到我这个生意 我这个快递的生意 那目前的话是确实面临着一个重大的变化 调整 但虽然是一个 当时觉得是一个挑战 觉得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 但现在来说的话 其实就是它变成了一个机遇 就是说我通过这样的一个变化 找到了更多的机会 也就让我的生意 我希望接下来会更好 那所以我今天我得花时间去处理这些事情 那将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个生意面临的问题和机遇 那今天的课的话 去学校的话是我们进入了新的一个阶段 又新的一个阶段 之前是就是那个属于是即兴去演这个精神和那个身体上 有一些问题的一些这种人的这种状态嘛 那现在我们就有每个人 因为我们班上现在人很少就七个人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两场性 两场性来演 就是可能一场的话是你做一个心理的治疗师啊 或者说是一个正常的人 另外一个对方就是心理或者说精神上是有一些问题 但不一定是精神病啊 或者那么严重啊 肯定是有一些问题的压力的人 那我这是两场性 那今天在课堂的同学 他们就可能会对一下词啊什么的 那我是大概看了几遍 那发现就还挺多的嘛 就每个都是有这么多叶子 64到 64到7就说有6叶子 6叶子7叶子 那一场就有这么多 还好就是生殖不多 生殖不多 那主要的话 现在其实你就算生殖会缩 也并不是就说明就可以了 因为现在更重要的我们要对 起码是我对我自己的要求 就是要就是那种情感啊 这种情绪 还有这个你人物这个自由度的那个问题 就是说你语言台词 只是你的这个整个戏里面的一个部分 是你的整个你的motivation 或者说是你的整个情感的一个带路 就是你有这个情绪了 你有这个状态了 你才会说这些话 这些东西都不是说啊 你先有这个台词啊 我先我要先说说台词的时候把这个情感带进去 这个是不对的 就是你会看起来很怪不自然的 那organic就是说哎我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就在跟对方去对话 去有这个互动 就是我就是很抗拒 或者我就是很希望你怎么样 那这样产生的那种语言话就很自然了 哪怕你可能有一些词你忘了 但你其实你知道你在做什么 你跟对方是你的目标 你的目的是什么 那这些词啊 这些呃所有你觉得很难的东西 其实就变得没那么难了 那今天我现在才是八点三四十 那我待会会过一下这个 然后接着我就十点钟开始就要准备开门 然后十点半就会忙店里的事情了 今天基本上是这样的安排 嗯好了那我也想了很多将来我的节目怎么去跟大家互动 因为最近一个礼拜都没有做什么视频也是在忙店里的事情 啊那接下来我会聊一些啊更多的表演和一些感悟和想法 包括就是我们拍了那么多学生片 那有些什么想法就是想通过我的视频来跟呃电影学院的学生来做一个交流 就是啊 毕业作品我们要拍一些什么东西 我们要怎么拍才能拍的有技能代表你的水平 也同时能够呃呃去接受一些挑战最后拍出一个好的片子 因为我接触了太多就是在这三年当中我拍了有二十多部将近三十个短片嘛 那我其实能说出一些大目前大概大家拍的这种感觉和水平和基本的想法 它是有一定的呃局限性的 其实我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些拓展 这是我想将来要跟大家聊的 还有就是包括我上课的呃这段时间从很难的阶段和很痛苦的阶段到现在 感觉渐渐的开朗起来就是开阔起来这样的一个呃过程 我也想跟大家分享我学习的一些经历 还有就是我的生活我的工作上面我也想跟大家多一些交流 就是你在追求你的理想啊啊表演也好啊你的个人爱好兴趣也好啊 你不可能脱离现实对吧就像我的slogan一样梦想现实和感悟哈利舞 一样就是特别的现实就好像现在我为什么我要今天要停课要去处理工作的事情 这就很重要我没有这个工作的基础的话 我很难支持我去做这些那么多要花时间 而且要花精力的一些事情 第一个就是你的生存的保证 不管你是做生意还是打工都好 你要有一个固定稳定的一个工作去support你 这个我也想在将来跟大家聊一聊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梦想现实和感悟 大家好我是哈利欢迎你来到哈利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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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